台灣式水果王國 季節限定的果汁冰沙 會成為你所要飲店當中 夏日熱賣的飲品喔 夏日熱賣的飲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健華老師 今天要介紹的是 果汁冰沙類的飲品 在這裡要提醒各位學員們 大家在選用水果的時候 盡量要使用當季當令的水果 不僅風味好 成本相對的也實惠 更是對台灣的農業是一種支持 也可以成為手搖引行銷的一部分喔 尤其在製作果汁冰沙時 也是將口感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的關鍵喔 接下來我們以葡萄柚與鳳梨作為原物料 製作出一杯釉建雪泥 我們今天所選用的是來自於台南的新鮮鳳梨 鳳梨它本身分為好幾種品種 我們先選用的是關田17號 它本身香度以及甜度會比較明顯 我們材料當中需要使用的用量 大約是150公克 我們會稍微把它切細丁一點 切丁的原理是因為我們稍後在打果汁的時候 打冰沙影的時候相對的它會比較好打散 我們不想要留太多太多的本身水果的纖維在我們的飲品當中 好的 那我們切完之後我們找一個容器來做盛裝的部分 第二個材料的部分是我們的新鮮葡萄柚 我們葡萄柚的部分本身它有抗憂鬱的效果 那我們一樣把它做個切丁的動作 今天所選用的是紅柚這一塊 紅柚本身在我們製作飲品過程當中 它的色澤會相當的明顯 我們做一個水果一開八的動作 那我們會取三等份 三等份的部分呢 去做一個新鮮水果的調配 在我們使用切水果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使用到刀具 那我們請我們的同學們 可以在使用刀具的時候請小心 那我們稍微一樣把它切小塊 切的大小呢 大概是一到兩公分左右高度就好 不要刀太碎沒關係 那我們一樣取一個我們的杯子去做一個盛裝 以上就是我們切完所有水果的過程 水果切丁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材料有乳酸菌飲品 還有我們的蜂蜜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製作我們的玉劍雪泥冰沙 首先我們需要準備了一台 冰沙雞 冰沙雞其實跟果汁雞非常相近 那請我們在學習的同學們 要稍微注意一下 冰沙雞它本身呢 它的馬力會比較強 比較能將我們的冰塊去做打碎 依序加入我們所有的紅釉 以及鳳梨 還有我們的柳酸菌飲品 我們大約會加入60CC 蜂蜜 請加30CC 各位學員們 如果你在調製飲品或茶飲 或任何材料的部分呢 建議各位學員們 你們可以使用這種涼杯 或涨涼的設備 可以保證我們每一杯的產品 都可以是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以及標準的風味 OK 接下來我們選用我們盛裝的容器當中 去丈量我們的冰塊的份量 一般來說我們打冰沙的部分呢 會是一杯半的份量去做一個盛裝 那我們會將我們的冰塊一杯半的份量 去做一個丈量的容器的設備 另外再加入我們的半杯冰塊 這樣打起來呢 能確保我們跟我們的杯子大小的容量 是一樣的 那我們轉速的部分 一般來說我們的冰沙機 都會有一個流程 就是順轉 它順轉的意思指的是說 將我們的馬力開到最大 我們順轉的部分 大約會是三下 順轉三下完之後呢 我們會開我們的打冰沙機的轉速的部分 大概轉到8的部分 那冰沙機在滲血的過程當中 目的主要是讓我們的冰塊可以打成碎冰 打成雪泥的效果 打到我們冰沙機完全沒有冰塊的狀態下即可 取我們的成品杯 加我們的雪泥 去裝到我們的杯中 那各位同學們 如果你在初期創業啊 這邊老師可以建議 所有水果的運用啊 可以在當季 使用當季的新鮮水果 除了可以降低成本之外 相對的食材的選用 它的香氣也會比較明顯 成本也會比較低喔 最後成品完成之前呢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成品杯當中呢 再加上些許的新鮮紅柚 點綴一下並做裝飾 增加一下我們產品的效果 我們產品製作完成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上面選用我們的新鮮薄荷葉 新鮮薄荷葉其實在台灣可以有很多種品種 那當中呢我們是選用土薄荷 它的香氣會比較明顯一些些 我們稍微拍打在我們的成品上方 並做上方的一個點綴裝飾所使用 那我們這杯右鍵雪泥製作完成 手搖引的世界千變萬化 同學們不必局限標準作業方式 可以勇敢嘗試不一樣的搭配 讓你在創業的道路上 走出屬於自己的獨特喔 出屬於自己的晚餐 你呢,感動很適合